当时演这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演得很轻 你没把它放中了眼 但是看得很重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会打心 能演这个角色会不会很开心 太开心了 当时是谁联系您的呀 很荣幸 是你的导演吗 对 他也说他要拍《人世间》 我说啊 因为我没 我只知道得了矛盾 所以想我没有看过原著呢 然后我就去买来 一口气读完了之后 就像刚才你说的 《人世间》 它藏在它字里 行间这一百一十五万字的 这个长篇剧著里面的 字字写滴滴泪 我觉得 然后又有美好 又有 就是我老 我一直在认为好的作品 它描写苦难吗 我们要描写苦难 我们描写苦难 不是为了描写苦难本身 我们是为了描写 所有的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的 那样的一个态度 是 它是温暖的 它是认真的 它是 就是 它是那种 我觉得是所有 这个中华民族最美的 这个美德 能够慢慢地散发出来的 那个作品 我听栏目组的 就是一会儿出来的人 我就不说谁了 说 这个 梁小生 作家 说 原来你这个角色 他在写的时候 并不是 放了这么大 是说演员把这个角色给放大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 对对对 确实原著里面 包括原著 包括我们的电视剧 实际上 妈妈的这个角色 她的分量没有那么重 因为她不参与在这个 后面的这些 整个命运的过程中 她身上没有命运的跌宕 没有 只是几十年时间的那个流淌 然后中间还躺在那儿 躺了好几集 对 前面呢 就是一个思念 读信写信写信读信 然后读电报 她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非常琐碎的生活 都常态组成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 又是不可或缺的 她又是周家的一个魂 我觉得 如果没有了这个角色 说实在的 这部戏我都觉得不成立 至少在电视剧 是这么感觉的 因为你拉动了 整个演员的表演 你包括这个樱桃 和你的这个戏的这种交流 你要知道那个女人 如果不是照顾你那么多年 把一个植物人状态的 你给唤醒 她就不可能走进这家 是的 她的身份和她发生的故事 对对对 所有人都不可能接受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萨尔娜老师 真的是好幸运的一个人 是 其实我以前采访过她很多次 我也知道她曾经呢 在演戏道路上 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但是我觉得 她就属于是后半生 开了挂一样 就真的是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哪一步不是重头戏呢 然后就跟她的性格有关系 就我觉得每一个人 真的都跟性格有关系 鞍 Arabia 因为